好 开米台风为南台湾 还有包括东部都造成了不少的灾情 有一些地方的这个县市首长 如果人不在 那出国了赶紧回来 像是台中 而有些民意代表 一样在这个天灾时刻 如果人不在 有一些媒体 有一些支持者也会点名 这其中包括黄杰 因为黄杰的反差很大 他在立法院 半夜4点多就跑去上班 他说他很认真 可是当台风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高雄有7位立法委员 独独他不在 其实也无所谓 因为现在休会期间 他出国完 只是说他第一时间 po的这个照片 还疑似是倒图的 那昨天他回来了 其实应该是前天深夜 他回来了 他就立马赶快到他的选区 各地去顺参醉 我们看到他的选民 对他也不错 都说有一个住户大哥 这是黄杰自己脸书上 自己说的 这个大哥对着黄杰说 黄杰你陪我们住户到三斤 半夜三点 让大家手都淤青了 他说怎么了 他说因为大家 都带你帮忙 帮忙 鼓掌 支持者不会这样讲 他说支持者说 帮你帮忙 这是围造的 这是围造的 我不知道 黄杰自己讲说他的字 都给他鼓鼓掌 鼓掌鼓到手都淤青了 另外还有一个人 是民进党的不分区立法委员 沈柏扬 也这么巧 他人也在国外 就是台风来袭期间 不过他持续透过脸书 告诉大家说 我有为大家桥道班次了 我有为大家桥道各种的 各种的任养花莲 我帮你们桥到航班了 那到底谁去调班机呢 副办 傅昆琦这边就说 你沈柏阳你收割啊 明明是我们桥的 我们来看看 全台各地都传出灾情 首当其冲的花莲 行政院长竹龙泰 率队勘察编拨 讲授情况 土石流有非常多处 是在我们居住 居住的地方的后山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 社林商长哽咽表达诉求 而苏花北回铁路都中断 卓院长也当场允诺平静度 希望能够从海路 能够来运输一些 宜兰到花莲的乡亲 至少先补救这样的状况是很好 那在预警的时间之内 把这些铁公路能够完成的 把它修复起来 因为开米台风扰局受影响的花莲 整齐在花莲的民进党立委 沈柏阳演出写上 经过争取加开台北花莲 往来各一班次 我们也联络了民航局 关于加开的事情 都已经联络了两三天 不要去沦为政治的口水 毕竟救灾是不分政党的 只是这样的说法 国民党花莲立委傅昆奇 办公室幕僚不满 指出办公室连两天努力 拼命打电话拜托加开班机 但怎么有人硬说是他的功劳 还指人在日本怎么有脸讲呢 的确在社群平台 有网友po出与沈柏阳合照 写上好巧在日本遇到委员 那打电话协调 其实每一位立委都会做 所以并没有说谁收割 或者说谁来做的事情 国民党在地的立委 最近家里发生比较多事情 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 多帮忙一些 免得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他们有点应付不暇 请讲这次凯米台风造成的 南台湾重创淹大水 所以对于高雄而言 只要是对于高雄市长 有想法的民营党立委 全部都po网 全部都上网去看灾 说什么赖瑞龙 林黛化 邱毅营等等全部都是 但是被戏称隐藏的 隐藏版的高雄市长候选人 黄杰消失了 完全不见 那我要讲一句实话 刚刚大佬跟来宾都讲很多 立法委员在修惠鞋出国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 你想去就去 但是你就坦荡荡 光明正在去 没有关系 但是他的做法却是 省影消失好几天 在过程当中 不只可能有一次 带用里长的图之外 他还说我们的团队 很认真在那边帮忙做看灾 如果这么方便的话 那以后我们都 不用去现场看灾了 我们就上网抓图 云端抓图 然后说我们的团队也非常认真 我觉得不需要这么取巧 好好的努力 我相信民众是看得见的 你的知者会感受得到 而用一些夸张 或者是作秀的手段 对于整个就是观感 我觉得完全是反效果 再来那黄杰完之后 我一定要讨论一下 沈柏阳委员 这也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委员 先不讲沈柏阳 有没有去协助航班的增加 对 调度 我先不知道 但是他抢功劳抢得很凶 因为傅昆旗委员大家都知道 他的家里有一些事情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 他还是办公室非常积极的去 跟相关单位沟通 希望能够增加班机 让不管是旅客 还是台东的一些民众 能够顺利的回到家 但是沈柏阳马上po网 他说这个我非常认真 然后他做什么事呢 他说他的第一时间 就争取到了立荣航空 架开了台北往来花莲的班次 但是我发现了沈柏阳委员好像 可能不在台湾 据消息好像可能在日本 不晓得他回来没有 也不晓得他到底有没有争取 但是我要呼吁他 希望他要注意他自己的安全 因为我不晓得他是去玩 还是去开秘密会议 他每次都说他出国的时候 很危险 很多人跟踪他 冒用他的名义 委员的生命加安全非常重要 希望沈柏阳委员 在你关心花莲的同时 也请你自己注意自身安全 千万不要发生危险的意外 但最后我要先补充一点 我最受不了的不是沈柏阳 也不是黄杰 我最受不了是卓榮泰 他怎么说 他说我们这一次 因为台风的问题 他说欠了东部安全回家的路 很多次了 但是因为花莲的铁路受阻 所以导致他未能在第一时间去花莲 内心感到非常的不安 甚至还说未来一定会提供 花莲一条更安全回家的道路 我请问一下 花东三法是谁反对最大声的 花莲大帝这是老天永远 是谁讲的 全部都是你民党讲的 结果现在居然出来讲这些恶心 然后看似温暖的话 我觉得这才是最糟糕的态度 之前是什么态度 到现在居然为了骗选票 出现这种反差的行为 我觉得民众真的要唾弃这种做法 我觉得这三天 因为我的脸书受到洗版2000多则 但我完全无感为什么 因为看起来走心的是黄杰 黄杰他第一次遇到 这么高强度的攻防 以前他都贴标签 然后就散了 都不论述 所以他现在觉得挫道了 因为跟他的选区有关 他的选民正在对他呼喊的时候 他挫道不行 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 这两件事情 沈柏洋你去日本玩 就去玩就好了 不要再扯什么机密了 我很担心你的饭店 又多出了一碗炒饭 又跟立陶宛一样 那岂不就是很尴尬吗 又要扯什么机密不用 去玩就去玩 可是不要在这个过程中 又要跟他拆地买 这个交通部 航管局 这个都是我安排的 你在日本 然后人家辛苦成这样 然后又是你安排的 另外一个黄杰 我必须讲 每一个立法委员 他都有出国的权利 现在我们的 他讲说我们栏尾出国 栏尾是早就公务出访 说是台杰跟台欧之间的交访 人家是光明正大 勇敢承认 直接讲说这是公务行程 你黄杰 人家讲说 你人呢 为什么要点他你知道吗 因为之前淹水的时候 他是怎么K韩国语的 人家讲说现在高雄淹水 你要不要K一下陈吉麥 你的人在哪里 你不是最爱摆拍的吗 你怎么消失了 然后呼喊你很多天 如果他第一时间出来讲说 对 我就是出国 不好意思 因为我行程机票没办法订 然后又有风灾的关系 韩班没办法回来 我觉得大家可以接受 偏偏他用演的 他说我们团队 我们团队就是你不在 你躲了三天才出来道歉 因为我们检验你 你才出来道歉 然后你在过程中 你还盗用离场的勘灾图 那是秀下线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状况 是代表他心虚 而且重点他还扯什么 他说你们就是为了 转移两个司法的案件 抱歉 我们讲这件事的时候 这两个案件还没有判 所以你那个习惯的贴标签 被拆穿了 你的逻辑检验 你根本就是经不起检验 所以我就会回到这件事情来讲 高雄的救灾第一线我们都支持 通人很辛苦 可是你知道吗 这些国军 这些里长 正在救灾的过程中 黄杰回来还要陪他摆拍 而且还拍了这个照片 然后放在脸书上 黄杰说 其实我的里民都没有怪我 我的选民都没有怪我 他们还为我鼓掌鼓到 手都淤青了 这有可能吗 这个肉麻 因为我们是谈到沈柏阳 谈到黄杰 所以我们就引申 我来谈防灾政治学 你想想郝龙斌当市长的时候 也是我相对年轻的时候 很多年以前那时候火灾 台北市如果有火灾 市长一定在现场 后来大家觉得不对 你市长来现场 就打扰大家打火的效率 你知道吗 因为还要应付你 你又不会打火 后来大家就觉得说 火灾一下子就过了 你不用来 所以你看现在的火灾现场 有没有市长 没有 但是水灾不一样 水灾的时间拉得很长 所以不可以像处理火灾这样 不在场 你最好是第一 这个政治学是这样 第一 你要在国内 第二 你最好去现场 第三 你要去的时候 你要想我要坐车去 坐战车吗 还坐普通车 还有第四 我去的时候我穿什么衣服 那我穿什么鞋子 要不要穿着袜子 还有到了现场 又要撩着吗 那撩着的时候 我裤管要不要卷起来 还有像你们媒体 你们现场采访的时候 最好是派女孩子 穿着透明的雨衣 然后风吹来 这个衣服就掀起来 这个有点多了 不是 然后吹来 真的跌倒了就不好看了 就要倒遇不倒这个样子 这个叫政治学 然后过了 发钱 50公分花2万块 所以这个就是防灾政治学 但是为什么大家都在场 大家都在国内 为什么只有沈柏洋跟黄姐不在 我认为他们两个都是意识形态 非常强烈 在国会这一番恶斗过程中 他们两个都斗得精疲力尽 所以放假 所以一到休会的时候 他们要到国外去透透去 要透透气 因为他还在一起打 那为什么不敢讲 可以讲 为什么不敢讲 休假正常 火候还没有到 火候还没有到 都新科的 来 我们进一下广告 我们提到防灾政治学 就顺着大佬的话来讲 现在各个县市 其实也都在比较 我刚刚说到高雄 这一次台风受灾 可以说是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淹大水淹了三天 陈其迈一天发三篇文章 说我们的抽水机 34个小时都在运转 终于看得见地板了 您到这个社交媒体上面去看 太多太多豪宅啦 各种的这个房屋都淹水 而且非常惨 我不晓后续还要处理多久 不过这个时候有人发现了 水退了是没有错 可是路面天坑 不是 天坑 陷落 凹陷50公分的坑洞 所以警方赶快赶快 拉起封锁线 陈其迈 陈其迈说 这个凯米惊人的余量 让高雄成为汪洋 言下之意是这是天灾 我们很难抵挡 蓄洪池 制洪池都盖好了 可是通通都已经满了 还是没有办法完完全全来防洪 所以未来可能还要检讨 是不是钱还要再给多一点 因为大家都讲说 高雄已经拿到很多的 包括防洪的补助款 我们先来看看网路声量好了 网路声量分两种 声量高的 讨论度高的 还有好感度高的 拿六都来看 网路声量这一次 在台风期间 声量最高的是鲁秀燕 讨论度最高 因为他从美国 他本来要访问 他去美国访问 一落地5个小时 又搭飞机回来了 这个事情以前没有人做过 所以他讨论度非常高 你看第一名 蓝色这一块 远远超过其他五都 可是如果我们要讲到 好感度的话 第一名是张善政 桃源市市长 其实桃源 好像也没有什么讨论度 他讨论度很低 张善政 可是好感度却最高 感觉是一个默默做事的人 好感度第二名是陈其迈 这个我有点惊讶 因为高雄其实灾情满惨的 可是一般老百姓 对他的好感度是高的 大家可以想一想 对 什么原因 等一下请来宾来跟大家分析 不过我们来看看总统赖清德 他礼拜五到高雄去 巡视灾情的时候讲了一段话 我们来听听看有没有道理 莫拉克台风的时候 是淹一层楼高了 不过这一次是淹到大概 看起来大概30分公分高 我们这几年来 所投入的治水的预算 还是有发挥的功能 所以刚刚陈其迈市长或是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局长 简报中所请求的治水预算 行政会员会鼎力来支持 好 15年前的台风淹一层楼 现在30公分 总统说有进步了 我想救灾是这样 就像刚刚大佬讲 其实它确实是一个救灾政治学 在第一时间 包含像我在宜兰 都听到大家在讨论 鲁秀燕市长 他这个闪电到美国 再回来这个过程 大家觉得他有赶回来作证 这件事情其实对大家来说 那是很有感的 我看了一下赖清藤还特别 在他的脸书来告诉大家 在这一次的灾后 他的中央的官员去了哪些地方 他就讲说他自己 当然他自己有到高雄 有到屏東 然后他有派郑立军 到南投 彰化 然后派陈经德回到宜兰这边 来做相关的一个看灾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他来讲 当然大家会说 这一次的这个雨量 这个强降雨下来 我看他们的解释都说 他比这个之前 都超过之前 包含末拉克风灾都超过很多 我比较想问的是一件事情 就是说在宜兰这次是首当其冲 所以在这次的灾要来之前 台风要来之前 其实我们的各个乡镇长 跟这个县长 其实不断的在准备 包含杀包含房 房灾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想了解 包含我们中央的第一核川局 其实大家都在沙盘演练 因为我们曾经淹水 其实很严重这样子 所以我想知道就是说 高雄市政府在这个风灾 还没有来之前 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 今天大家会说 已经找了这么多钱 总统的意思就是说 有花钱有差 本来是一层楼 现在变三四公分 我想应该不是这样子看 就是说我们回来检讨 就是说如果这个钱都花下去 有没有更刀口上的解决方式 这是第一个 有没有哪边是做不好的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就事论事 第二件事情就是 高雄市长跟台南市长黄伟哲 在这个风灾 因为他们是属于后来 才这个雨灌进来的 他不是第一个 就是淫封面的地方 在第一天的时候 他们准备他们做了什么 抽水机有准备好吗 相关的这种 这个叶子什么 是不是清淤都有做好 我觉得这个我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听到有人在讨论这个部分 嘉宇 其实当然这个极端气候 这个雨量非常的大 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 这一次风灾在高雄 凯米台风带来的雨量 将近2200毫米 过去我们常常这个读什么地理 有些地方一年可能雨量 才700多毫米 但是我们2200毫米 在一天两天内 把它下在高雄集中在这里 当然这个排水的速度 如果远不及你下雨的速度 当然这个水就会越积越高 所以高雄它的这些 这个所谓的蓄水池 皮膛 全部都满了的状况之下 水确实排不出去 但是其实在高雄的朋友 其实我在脸书上有看到 他说这个雨变小之后 这个水很快一个小时内 就都退光了 所以在这个风灾所带来的雨量 确实在这一次高雄 带来这个重大的灾情 对于陈其邁市长来讲 我相信很多的高雄市民 也可以看到说第一时间 不管是去视察或者是救灾 甚至发放灾民的这些钱等等 这个其实陈其邁都是坐镇在高雄 那相较卢秀燕 当然很多人会说 他为了风灾赶回来 但是又马上又跑去美国 虽然他自掏腰包20万的机票 但是大家也会认为说 那既然你在台风来之前 你就已经知道台风要来 为什么还执意要去美国 都上了飞机了 然后台风来你又飞回来 这个如果以救灾政治学来讲 它确实是做得非常的到位 但是民众还是在意就是说 实际上对于这个救灾 行政首长能够发挥的功能 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各地方首长 包括中央 都不愿意面对 非常惨烈的后果加以检讨 平常你讲钱花那么多 各地方首长一定拼命在做事 为什么经不起老天爷的考验 我跟你讲大家要面对说 你过去南部主要县市的县市首长 都迷信一个东西 叫自宏池 你们要想想看自宏池 到底对还是不对 高雄25座 对 而且一大部分 超过一百分的钱 是在建构自宏池 自宏池本来效果 如果是X的话 后来是被打折了 为什么 你旁边的土地征收了 盖新的房子了 所以它效果减少了 但是你听到没有 他说虽然水涨得很高 但退的也坏 就是说你续洪池的退水的速度 不够快 你想以我家为例 我30年前在小居旁边 买了一个房子 每次下雨 我的车库的进口 都是沙包堆起来 现在都不用了 关键在哪里 在下水道 如果你的下水道的口径不够大 你平时淤泥的清除不够认真 你这个退水的速度就不够快 我跟你讲 民进党这几年来 就迷信自宏池 好好检讨自宏池的效果 是不是要稍微检讨 要改变这个自宏的方法 我听说陈其迈还要继续挖自宏池 他觉得25座不够 还要继续挖 我听到的是这样 来 老师 台湾可能比较喜欢看到看得到的东西 而且刚刚大家都在说 防灾政治学 其实政治本来就是一个表演艺术 尤其是在有电子媒体之后 全世界的政治人物 都开始参入了表演的成分 只不过社群媒体 让这种快速资讯 资讯爆炸的时代 所有的政治中演得越来越大了 而且守备范围也越来越广 部分区委员会特别强调说 他去掉什么样的飞机 然后好像就好像打棒球一样 中外野手跑到右外野去接球一样 范围越来越大 我们反过来民众要问的问题是 为什么我们喜欢看这种戏呢 为什么喜欢看这种戏 为什么政治人物觉得 这样的演戏是有效的 其实真的 我觉得在台湾 其实我刚刚从休斯顿回来 就在我前两个礼拜回来之前 休斯顿也淹大水 刚好遇到了台风风灾 一整个礼拜超过7天的时间 休斯顿270万户停电 我自己也是受灾户 可是我们在当地 政治人物当然也会强调说 要检讨 要检讨 可是有没有这么夸张的表演 有没有这么夸张的说 这边的电网修复是我的功劳 没有这么做 不是强调说 好像美国比较有民主思想 而是我们真的在台湾的民众 长期以来真的觉得 好像政治人物一定要做点什么事 秀出来在这里呈现 他在这边关注我们 我们就觉得好像有英雄降临了 怎么样能够改变这种 我们期待政治人物来表演 然后我们还给他掌声 反过来应该问 刚刚大佬大家都讲了 我们难道15年不用进步吗 本来就该有的进步 为什么会变成 政治人物讲出来说有进步 我们就没事了 台湾民众真的很善良 我们的民主发展到现在 我们应该要反问政治人物 不需要你们作秀 你们给我的不应该是灾难 不应该是灾难之后 然后我们还要给你鼓掌说 有进步 这不是民众应得的 我们民众应得的是 根本这些事情都不应该发生 好 我们接一下广告 都不应该发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